世界杯结束了 但是足球还是可以继续踢哦 今天带大家来的运动呢 就是泡泡足球了 气好玩又不容易受伤 而且男女都适合 泡泡足球起源于欧洲 新种将球员包裹在 透明塑料太空球里的足球比赛 坐在电视机前看进球紧急 守着电脑键盘做懂球弟 请你out了 不怕球技不够娴熟 不怕装备不够专业 在这里 你就是泡泡球场上的C罗梅西 进球什么的都是浮云 蒙翻天的翻滚团撞才是王道 一起翻滚的少年 玩泡泡足球不仅仅是进球 更是要转翻你 蒙翻你 球场上每个人都会被撞得东倒西歪 这绝对是一场没有假摔的比赛 好却传统的足球玩法 非专业球迷也能参与进来 提高了大众参与度 进球不再是足球比赛唯一目的 泡泡足球增加了足球比赛的趣味性和可玩性 玩这个泡泡足球呢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把人踢开 然后把球踢进去就可以了 就像现在这样 泡泡足球可以缓解人们的工作压力 为游戏参与者增添生活乐趣 因此该新潮运动一传入 就获得广大好评 Bubble Soccer Plus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如果你觉得泡泡足球太激烈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射箭哦 这个比泡泡足球更简单 把对方干掉你就赢了 Architex是进行发展十分迅速的游戏活动 以闪避球的游戏方式 配合安全设计的弓箭进行竞技 只需要配备一个面罩 便可以互相射击而不受伤 箭头呢是以泡沫物料制造 火柱降低冲击力 即使被射中也不会觉得痛 同时又保留被type的质感 自己之余也适合男女老少参加 你一定会爱上这个项目 未经许选